元宝 妳說游泳 歡迎收看學霸王的頻道 霸王的頻道 今天是我們來縣崗旅行的第三天 我們今天要去的古城叫做慧安 一起唸 慧安 很棒 我們等一下就先去吃早餐喔 因為今天這邊是這間飯店最後一天 然後他們有游泳池 我們還沒有上去看 應該在頂樓 等一下吃完早餐 我們上去游泳 游泳完之後我們再出發去慧安 就這樣子囉 那妳接著要說什麼 哥哥 哥哥 要大聲一點 哥哥 對 好棒喔 Yeah 好 爸爸帶妳下水了好不好 好 走 哥哥 我們下去了 我幫妳弄一顆游泳圈好不好 好 那妳們直接上去 來 拜拜 我幫妳弄游泳圈 我幫妳弄游泳圈好不好 我買了一杯蛋咖啡 買了一杯蛋咖啡 雞蛋的蛋 打開來會長這樣子 我們來喝喝看 到底蛋咖啡是什麼味道 這個喝之前它比較濃稠一點 所以要先攪拌一下 這個是鹹鹹甜甜的耶 我覺得蠻像是在喝奶系的 但是你又可以同時喝到一種咖啡的香氣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越南的咖啡特色啦 誰會想到說在咖啡裡面加雞蛋 我推薦這個很肥 這個非常肥 而且這個要點熱的 我有 怎麼了 你還想下水嗎 有 那我帶你下去好不好 好 我跟鹽寶繼續游泳 你要下來嗎 要不要下來 我幫你好不好 我幫你 我們不要用的龍圈 我幫你 我幫你游泳 不要嗎 那你坐下來 腳腳下來就好 腳腳下來就好 好 我們這樣踢水 這樣踢水就好了 你要下來嗎 好 來 我幫你游泳 好 來 再一次游泳 嗨 元寶 啊 哈囉 好爽喔 可以游泳了 哈哈 嗨 妳說媽媽妳好 跟鏡頭揮揮手 揮揮手 跟媽媽揮揮手 哇 哇 阿寶妳可以揮 好 揮揮手 揮揮手 噢 揮揮手 揮揮手 乖揮手 那你腳腳踢踢 腳腳腳踢 對 這樣踢 糖咖啡 的最後幾口 都在吃上面的 奶昔吧 好啦,吃完了 原寶爸爸問你 你喜歡游泳嗎? 喜歡游泳 那我們明天再去游好不好? 好! 那我們要準備出發去吃午餐了 你今天午餐想要吃什麼? 紅蘿蔔 好,我們去找看看有沒有紅蘿蔔 OK? 好啦,跟大家揮手說掰掰 紅蘿蔔 紅蘿蔔 我们现在来到美西小滩附近 这边号称是全世界前六大最美丽的沙滩 在这边吃饭不乐 因为海风一直吹进来 所以是一个蛮chill的状态 但这边的餐厅就真的会比较贵一点 它就不是越南当地的物价 这个就是完全 你要说网美的咖啡厅酒吧或餐厅 又或者说它就是专门卖观光客的地方 我现在准备要点一些食物 当我们的午餐 这边还不错的地方是 它有一个小朋友的游戏区 我们等一下在元宝去玩一下 如果他坐不住的时候 但我们还是会希望他可以乖乖吃饭 元宝那是什么 这是什么 海边 海边 先来吃一口他们的春卷 这次的春卷是这种炸的酥酥脆脆的 这个春卷又很不一样 它外皮酥酥脆脆的 而且里面馅料是非常扎实的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包各种蔬菜 红萝卜木耳 我最喜欢是它这个 外皮 这个这是酥酥脆脆的 这很好吃 我们点了一个拌面 里面是有牛肉鸟蛋 还有一些虾子 再加一些香菜你可以自己拌 另外还有附一盆都是蔬菜的 洋葱啊辣椒 还有些生菜你也都可以拌进去 好了拌的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吃咯 我们吃完饭 准备要前往惠安咯 我们来坐这边 你跟手机萤幕说 悠悠 嗨我们绕惠安啦 刚刚check in了 再见 这一次也是找一个小小的房间 比我们在香港住的稍微小一点 但是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离惠安的夜市 走路才4分钟距离而已 整体来讲我觉得这边应该算是蛮方便的 他们接待人员英文也不错 所以在沟通上是没什么问题 这边的饭店多数都会有配合的行程 比如说你要去巴拿山 或者你要去美山圣地 像我们明天就会安排去美山圣地 它都有配合的行程 而且价目标都算是透明的 所以我觉得对观光客来说算是蛮方便的 她们现在稍微去超商 去当地的便利商店 补一些货 甜蜢来麦克风给我 你说 你对着手机说 go go 再讲一次 耍下声就好了 烧羊你 败 好啦 來 給 謝謝你 好可愛喔 這裡會有現場拍照的服務 而且是拍完馬上就洗出來的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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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到了 夾起來了 來 原來是釣螃蟹的高手